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题叫做 用Sumper Security怎么帮助我们开启成功的职业生涯 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个嘉宾就是Kevin Kevin 等会你们会听到他的经历是怎么样 从刚开始做过很多份工作了 最后转型到做Sumper Security 然后现在在一家国际大公司做的还是蛮成功的 那么下面我相信大家会留很多的时间会问他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本人就是我自己做一个介绍 我是Paul Paul Q 等会大家会看到我的经历 那我们真正提供的这个培训的这个叫做 Cyber Security的Training Bookcamp 或者是一个集中营大约是三到四个月的 这么我们叫All in One的这么一个课程 里面什么都包了 等会具体给大家介绍具体什么叫什么都包了 那么我本人呢 就是让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在澳洲是怎么一个经历 在19年在Cisco 那么在Cisco我干了很多不同的岗位 从进群的时候是大约是2001年的时候就做那个Tech 叫做Technical Assistant Center 做到Technical Lead 然后又转去那个叫做客户理念验证中心 Customer Pro Concept Lab 然后在那里面做了那个Technical Marketing Engineer 做了大约六七年 最后转到去做Advanced Service 现在可能叫Professional Survey 就满世界飞嘛 全世界大约200多国家 至少飞了150个以上 最后我离开斯科的时候 是Cine Manager of Cyber Security 这么一个服务 后来呢 因为我在斯科的这个经历之后呢 我离开之后呢 就在Walworth帮他们 Build了他们的SOC 所以你们知道那个 Walworth现在那个 最近大家基本上没有听到很多的 那个关于Walworth那些被攻击的 那么当年跟我帮他们 就花了两年时间 从People Process Technology Build的这个SOC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之后我去了AWS 那么AWS正好是在 Build他们下一代的 那个Secure Enterprise Network 那么在那里面呢 两年很荣幸的帮他们 做了一个项目 我估计现在可以叫名字的 叫Unfabric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那个整个企业网的 整个架构都给改造了 现在呢是在谷歌 那么本身呢 我做的也是 类似 就是在AWS相关的工作 把它整个企业网改造到 最新一代全安全的 那么一个网络架构 可能大家很熟悉的一个 concept叫Zero Trust 这个跟Zero Trust 有巨大的关系 如果是大家对整个 Zero Trust的architecture 不太了解的话 有空可以大家去查一下 为什么这些企业目前为止的 Network Engineer Manager 或什么都是必须的 有很强的安全的背景 因为就是目前为止 这个Zero Trust的问题 就是说攻击无处不在 好了 咱们再往下讲一下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三面子呢 就是要讲一下 就是可能这个不叫Optus 就是所有企业的 Siber Security Challenge 那么你们知道 Optus出了事情 最近可能还有一件 更大的事情出现了 就什么意思呢 就知道那个 在尼玛顿的时候 那些BPG啊 它有些是网络引爆 有些是无线电引爆 那么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 全部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自从这个之后呢 对于那个网络安全 或者是这种 那个电子产品安全呢 就是更加的那个至关重要了 那企业现在不光是说 进去投数据那么简单的 甚至对人身安全 都有这么一个攻击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 需求量很快就会很大 所以有些人说啊 最近好像安全的工作 不是很多放心 这个市场都有一个 叫做迟滞 之前的时候 当年的时候 那个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大量的工作开出来 那么最近呢 是少了一点 但由于这次 淋巴登的攻击之后呢 相信很多安全的 那个职位都会放出来 然后今天呢 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帮助企业 或帮助各大那个公司 能够 啊 fuel the gap 就是说这个缺口怎么补上 另外呢 我们邀请了凯文来介绍 他整个这个career的那个 这个故事还是蛮 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比较 比较精彩的这么一个journey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企业的 subsecurity的challenge 那么其中有很多的challenge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 做安全人大家都知道工资很高 怎么高法呢 这个具体 我有一张表 待会大家去看 那么有些人说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呃 当你某一个人 你会看到 你们现在另一个人上看到 有一个什么senior 或者一个啊 soc manager的那个位置 或者是senior的那个 security的那个 呃 analyst的位置开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很长很长时间都找不到人 这里面有一些原因的 第一个那个skill呢 特别特别的 要求特别高 第二个呢 这个他们最做安全的人的人品 注重的比较多 所以说不是说你光有skill 他不信任你 也不行 所以你还是需要一定的 这种那个叫做 呃 credibility在里面 那么这个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呢 有的时候workload会很高 不是说一直都很高 但是当你真正有instance的 的时候或者被攻击的时候呢 你会你会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你会那个经常是三天连轴转 那么总直到你把那个这个攻击 彻底叫content组之后 然后你才能够休息 所以不说经常是这样的 我在WOWS那么长时间也就 也就预见过那么 呃 真正也就说两年 留两次 就说一年有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这种 这种攻击的情况 还有呢 就是 呃 目前为止呢 找不到那个 新年呢 就不断的对 Gunia进行一些培训 而且呢 目前为止很多的那个 现有的台湾工具是 那个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的 所以怎么优化 怎么进行那个 把现有的投资用到最好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那个 这里说是70% Cypersecure Professional claim their company is impact by Cypersecure Shortage 一方面是有 Shortage 另一方面呢 又 诶 这谁在说话 能不能把它mute 那个70% 就这个东西 一方面有很大的那个缺口 但另外一方面呢 诶 谁在说话 要把它mute掉 好吧 OK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fill the gap呢 就是这样人跟我们一起合作了 这么一个四个月的Cypersecure 不可 真正的时候呢 有些学生可能是需要花 有些人快的话 三个半月 有些人慢的话 可能要做到五六六月 什么意思呢 就个人的那个基础不一样 有一些是完全没有那个 IT背景那些 就会花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要先花一个月 把基本的Cypersecure 那一个坦克逻辑先学会 那这里面呢 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10到12个月的 Hands on the Lab 然后每个星期有个Tutoring 我们会帮你改CV 帮mentoring 而且我们会有一个internship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个那个SOC 那么你会在上面呢 帮我们做那个dashboard 做investigation 还要做一个monthly report 然后呢 我会有一些project 比如说我们的企业说 他们会有个需求 他们那个有一些critical的server 那个如果是下线的时候 要我们去帮他报警 用最简单的办法做到 这一项类似的project 还有呢 就是当你有一个那个 很奇怪的mail year 进行investigation的时候 我们会给一些project work去做 然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key study 这些key study呢 就是对你们面试的时候 很有帮助 因为他会问你 那个你在做instance response 你曾经做过什么 你做过ransomware 没有 你有没有对付过DDoS 有没有对付过那个 zero data attack 然后呢 你是怎么样理解 那个一个 怎么去build playbook啊 怎么样去 maintain一个run sheet啊 你如果是instance manager 你怎么去manage instance这些东西 然后接着呢 就是会帮你做interview的properation 什么意思呢 你们知道大公司的interview 一般都不止一轮的 从第一轮开始screening 到第二轮 可能一般是tiny code 第三轮是 可能也是更深的tiny code 第四轮可能是behavior 最后一轮是 可能是 心智的negotation 但是一般心智的negotation 一般就是 已经是很接近 前面的四轮就比较困难 我们会帮助的 这里面是一大 大概给你们一个 就是工资的snap shot 就是一般来说 junior开始的时候 大约是80k到100k 这么一个 我们说都是base啊 一般有些公司在base上 还要加super再加 那个bonus 可能还有一些公司会给一点点股票价的 这个 这个讲的全是base 那这个是不包那个super的 比如说那个 如果是稍微 稍微 稍微senior一点点的 就是100k到130k 那个 那么 比较senior的 或者是 就更加厉害的 这个就sock level2呢 是130到160 那么绝大多数的 那个 那个 工学员呢 一般是 在 80到100 100到130 130到160 那时候呢 应该会有 那个几年的工作经验 一般需要到 三到五年的工作经验 那么之上呢 就是160以上的 大约是160到200k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senior analyst 这个是特别难找的 等于是你们说的 那个technical leader的 那个position 或者呢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 又另外一个叫做 instant responder 也是 你说instant responder instant manager 或者是那个 senior analyst的 那个都是属于 这个往上面告的 那个就大约是 100到 160以上到200 再往上呢 就是sock manager 或者是 那个cyber security manager 这样的一个位置 大约是100 200到250 这上面我都讲了 那么从 最初的 80到100 100到130 130到160 160到200 200到250 这是我们基本上 这么一个pass 我说都是base 再往上呢 你说你还想往上做 那就是cyber security director 一般是250到300 至上 塞手 再往上 一般的director report 给塞手 就是我们说的 chief security officer 那么chief security officer depends 哪个公司打小 一般是300到500 可以 那么不一定是工资 可能是工资 再加上那个股票 什么各方面 反正一般是整个 可能全部一起 大约是在300到 哈佛命令 这么一个 大家可能对 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 薪资这个要求 可能会有一个 具体的了解的 那么我们那个 cyber security 是比较注重 这是当年 我在思考的时候 就build这么一个 就是simulation 就是基本上simulate 的如目前为止 最新的各种各样的攻击 很多时候呢 是注重的 就是怎么样去用 模拟这种攻击呢 让你体现到 真实环境里面的 那个是怎么样 一个情况 有点像你那个 飞行模拟器 就是比如说 你飞行员在飞 真正飞机之前 要飞 1000个小时的模拟器 然后你才能 飞真的飞机 那么真的飞机 就是我说的sock 那我们现在 比如这个环境呢 就是simulation的sock 然后基本上 你学完这个之后呢 别人再问你 怎么处理 各种各样的 那个攻击的时候呢 你就会比较有底 这里面就是 很重要一个concept 我们整个理念呢 是通过 红尺里面来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图片上 这个叫做 confucius what I hear I forget what I see I remember what I do I understand 就是 五听五望 五见五计 五做五误 只有你真正做过了 你才能够误导 真正安全 是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这个 整个课程 是非常注重你的 那个hands on的 那个skill 而不是说 只是给你讲理论 因为在澳洲 讲理论 能找到工作的不多 除非是做research的 那research就是 那个算那个algorithm 什么那一般 是在大学里面 真正在企业 各方面都是 那你能做什么东西 很重要 那么这个 我就不讲了 这个我们主要的 大家想去看的话 可以看一下 soc2.com 就这个 这么一个 url 你可以上面去看到 我们一般都是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就是online的 那个e-learning 再加上mantle 这么一个东西 做成的 整个architecture呢 我不想具体的讲很多 因为我想把 大量的时间 留给那个kevin 我就大致说一下 我们的architecture 应该是什么 比如说 大家都很 很熟悉 nist 这个是比如说 从identify protect detect response recover 这么一整个 这个流程 是吧 大家要identify 是哪种攻击 怎么样做protect 怎么做detect 然后最后response 然后怎么样去 把整个东西 给recover回来 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目前为止呢 大家对meta attack framework 会有一些帮助 我们会告诉你 为什么meta attack framework 目前为止呢 这是一个 大家在业界都懂的 叫meta attack framework 那么整个 我们在那个 subsecurity 这个就是 在我们这个 集中营业会 很详细的 把它embed meta attack framework 整个这个 这个东西 都embed 里面去了 这个呢 是Locky Martin 创造的 aptq-chain 在我们真正 授课的时候 会讲 怎么样 就是从那个 就是说 比如说 怎么是进行攻击 怎么样去 把它那个 把它给搞定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用这次 咱们这次 尼巴顿的攻击 是怎么样的 它首先 第一步呢 是首先要调查 它的目标人群是什么 比如说 那边的一个什么 叫一个 一个 一个 军事组织吧 什么叫 珍珠党 什么东西的 那他回去怎么做呢 他会把那个 控制的一些设备 还有把一些杂药放进去 然后呢 怎么样呢 他据说是放在一批订单里面 一批 BBG 一批什么 手机 一批什么里面 就那些电器里面 只要通过那个订单的方式 据说是很多年前就放好了 然后呢 放进去之后呢 他们已经正在使用了 他们确认 然后确认 把这些东西都弄好 之后 最后是通过一个 控制 什么样控制呢 就是通过远程的 有些人说是电子信号 有些人说是发一段 那个 那个代码 什么 什么一段 那个SMS 我不管 那是什么 那个一段 那个我们说的 那个 那个一个key上去 最后激活了引爆 我就讲这个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 APTQ券呢 他记住 Rocky Martin 原来就是一个军事供应商 整个 我跟你讲 我在学Substasycating的时候 我学到的就是 一堆就是 就是军事方面的一些东西 他最早的这个 Rocky Martin的 APTQ券 就是军方的 一个一套理论 到现在 衍生为那个 我们说的 Meta Attack 所以你在学Substasycating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 跟现代的那些 军队作战呢 各方面是 很有一些 那个 很有一些关联 比如说 别人对你进行 Cyber Attack的时候 他首先是 Lunch一些DDoS 实际上是 他是一个掩护 掩护什么呢 真正的高手呢 去到你公司去投数据 就你大量的人 都去应付DDoS的 真正他会进悄悄的 进去之后呢 控制一台机器 然后到你的 那个最深入的 那个数据中心 把你最核心的机密 给投去 或者加密 或者放Ransom 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一般这个 跟那个很有关系 这里面我就不讲了 Cyber Security 我们这里包括很多 其中包括 酸英跳 我们讲的就是 酸英跳 就是情报 那个攻击情报 这种东西 还有呢 Web Email Security IPS Firewall WARF SIM啊 还有那个是 Identity啊 Netflow啊 这些东西都有 就我们在整个课程里面 这些东西都教了 还有那个 怎么样进行攻击啊 还怎么样进行分析 这样一套东西 里面有大约 十几种Technology 我这里面呢 是卖不到 业界常用的产品 大约18种 那么你真正 这些东西呢 你实时 我注意看到 有一些 同学在 简历上呢 非常的保守 不愿意把一些 这些常用的 那个产品 加上去 其实你会了一种之后 你会发现 他们基本上都很类似的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产品 都选一遍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包容的这些 就是最基本的 这些叫什么 最基本的这些 Open Source产品 跟业界 我们见到这些东西 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说你基本上 懂了这一套东西呢 业界最常用的 比如说那个 Cloudstrike 这种东西呢 就基本上 就是我们说的 Endpoint Protection 上次把微软搞到 蓝屏那个 这个就是你懂的 它是叫做 EDR 那么基本上就知道 它为什么会导致 这样的 就是 那个这么一个 情况发生 好了 那个我前面就不用 多讲了 我希望我把我的时间 转交给Kevin Kevin 我就接着 放slice 你就 你就接着往下讲 就行了 谢谢 好了 你能转到下一页吗 这样我有点害羞 下一个 大家好 我是之前应该是23年 24年初左右 跟Paul开始学的 前面Cyber Security 一个学员 然后我个人其实本身 也是学渣 然后你们可能也看到 然后大学嘛 既不是你们八大 然后本身大学 大学之前 然后我们也做过一段 工作在国内 也有做过 也上过一段时间班 之后才过来 我自己在这边 大学其实本来是 跟IT比较相关的 然后当时学是 Network和Software 毕业之后呢 因为大学在 就Campra大学 可能评分标准比较低吧 然后我们当时 我当时成绩还算挺好 可能很多Distinction 然后甚至一些 Distinction课程很多 我当时就比较自信 就开始去 就找工作 但是前面几个月 并没有找到 之后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里 我前面几年就 基本上完全是在做 Sales和Account Manager 其实本身也是Sales 这一类的职位 之后21年左右 应该是Covid开始 这边Account Manager 那个时间线 可能写错 是到2020年 然后20年那一年 我其实基本上 Covid刚开始 失去工作之后 我就完全在家 我之后 大概是玩了一年 然后第一年 到21年开始 跟家人学了一些的 那个权战 当时其实 很多同学都找到了工作 但因为我自己个人原因 我自己在Campra Campra本身 我又必须要找Local工作 就基本拖着拖着 一直拖到23年 23年开始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 应该是22年底 Cypher开始活起来 然后23年 我在报课的时候 就开始考虑 是不是转一个 学的人比较少的专业 然后这才有幸遇到 Paul老师 开始学Cypher Security 然后很幸运的是 在学习之后几个月里 几个月内 Paul老师给了我很详细的指导 包括比如 怎么去写简历 怎么去面试应对技巧 并且每次面试之后 我们有时还会做review 包括这些面试 哪里没做好 哪里有做好 直到9月份 去年的9月份 加入了BT Group 然后一直到现在 Paul你能转到下一页吗 这个我可能在这一面 我就着重分享一下 当时我毕业之后的事情 因为当时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当我刚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总觉得自己网络也会 软件也会 然后前面 相当于前面几个月 然后就是去下头简历 自己把几乎所有的技术站 各种语言往上一抛 然后总希望能有几个 然后就开始海头简历 然后确实当时是 还真有几个HR电话给我 然后但是 基本上参加过 大概四到五次面试之后 很多我可能都进不了一二面 然后一到到了二面之后 有两个进到二面之后 也是很快被刷下来 然后这样来来 从来来去找了三四个月 因为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然后我们毕业之后 我们还有职业年 职业年 因为都是为了移民 各种各样的 然后工签也有压力 因为家里的support 其实是肯定是有限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 不得不 可以说像现实低头 开始转投销售类岗位 销售类岗位的话 因为我其实在大学期间 会有做一些各种零工 就比如去 就是去retail店做sales 就是还是有相当于一开始进入 就因为错过了最开始 刚毕业之后的大概半年左右 到一年左右的一个找工作 黄金窗口 然后进入销售之后 因为当你进入到一个行业之后 其实你说 我当时第一想法是 我时候再跳回来 但是当你进入之后 你再跳回来 其实很难的 加上我其实进入之后 当时其实情况还不错 因为做销售 销售其实薪资并不差 然后比起当时 我跟当时同样的大学毕业 然后做IT的朋友相比 其实还是能高不少 但是从长期来说 销售其实是一个 你干多少活 然后就拿多少钱的事 就是你明天不干活 你就拿不到这个钱 之后 所以我再开始慢慢考虑 是否去做转型 这是为什么我在19到20年 从直线销售转到 Account Manager 这类似于是属于 Channel Sales和 Cosman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这种Focus这种职位 一直到20年 20年可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 可以说是一次挑战 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是COVID的爆发 而我之前的公司 其实本身 是做免税店 就是你们可能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 当然说的好听 可能是全世界 也可以到处旅游 出差 然后但是是 他们所做的是各种各样 比如泰国 比如香港 澳门 然后法国 甚至澳大利亚 甚至还有一些游轮 在各种游轮上 那种免税店开 做开店 然后我们去跟进 各种产品项目 但是COVID一爆发 所有基本上 这个行业 基本上就是 所有销售锐减 就可以减到90% 90%到95% 就基本 基本上在COVID 开始几个月之后 就已经撑不下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辞职 然后其实也不算辞职 就是只是体面一点 就因为公司也养 你一直在这样 公司也养不起你 是不是 然后就来到了 就来到Kampala Kampala第一年 COVID刚爆发 第一年 当时其实我是一个 很颓废状态 因为20年 大家国内 大家都被锁到家里 然后澳洲这边 我们是 淋漫塞伤害打一些零工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封城 然后政府还给你发补贴 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家里 在潜购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那一年 在家里一直在打游戏 然后可以说 一直到21年开始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了 然后才慢慢开始 出去找找工作 比如有时候 在餐馆打工 或者各种各样零工 一方面是支持自己生活 另外一方面也是 Campra这边的本地的移民需求 反正总共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那一段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1年的时候 我觉得需要转向 这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奇迹 就是我其实在21年初的时候 有遇到一群好朋友 然后当时他们其实本身是做IT的 他们给了我 我在见到他们之后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IT的薪资 是一开始可能差一点 然后在最开始过了关之后 是非常爆发时长 并且我看到他们生活状态 可以说非常悠闲 中午12点 有时候还可以看他们休息一下 在那发消息 有时候可能三四点也开始下班了 就我其实个人是非常羡慕这样生活的 因为做销售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八九点 你可能还要再跟客户打电话去签单 这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anyway 这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 报了匠人的全家班课的时候 全家班课的时候 我当时其实 有学到不少关于coding的那些逻辑和一些 怎么去做写出好的code的一些high level的思维 当时我记得一个导师是龙哥吧 非常厉害的一个导师 我到现在接到他说的一些 像怎么写MR readable reuse by maintainable code 这些其实对我一直到今天 包括在我写 做Cypher Security 写一些入的时候 都是起到了 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客户 就因为客户对象 客户他们看你写了一些code 他们也会有评价 他们可 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 他们能够经常继续使用 或者好的东西 呃 然后这之后我们就到2023年了 就其实这样的生活 一直是22年23年是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没有正经状态的 呃 就是没有一个正经工作的一个状态 坎普拉是真的 就你没 很多 比很多 比较难熬 然后我在 23 应该是在23年 22年底 然后开始找Paul报名 然后23年初 就开始跟Paul去 报名去学习这个课程 然后当时其实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我 这应该是我 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之一 因为这个 完全帮我 就这个课程的 就Paul非常耐心 并且帮我 呃 就是帮我能够 把我之前自己的优点 优点缺点 然后梳理起来 再加上 呃 Cyfer Security本身 在那个时间段也是一个 蓝海其实竞争的人不多 呃 然后呃 当时我们写 找工作的时候 包括这个 Botcamp 我记得当时我们学 所学的东西 呃 就 当时所学的 所学的一些 SIM的这些架构啊 可以说 我们一直到 甚至有一些 怎么去设计 包括需要什么产品的思路 一直到今天 呃 我跟一些客户聊天的时候 可能都会用到 那个时候所学到的知识 呃 至于更可以说 另外一个非常有大帮助点 当然我就 估计这也是 大部分人所需要的 那就是 怎么去改简历 和 怎么去 就是说 帮你分析 分析面试中 到底是哪里出道问题 哪里有问题 因为呃 你在面试中 是没有人告诉你是 哪里答错了 但是这里是有专专业的面试官 才会知道 呃 你到底是错在哪里 这其实这个是我非常感谢Poro一点 他那个时候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仔细细的告诉我 有的时候可能比较严肃 就Poro比较严格的一个人 呃 给我细细的指出了 在基本上呃 我在哪里 呃 我的错 我的错误在哪里 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 就那个 那个时候我记得Poro给我呃 一个最大建议是 就我印象最深的是 就其实 我的technical question 我总一直在纠结我一些technical question 答错了 但是Poro给的建议是 就其实面试官看的不是你technical question 对几个和错几个 而是看他喜不喜欢你这个人 但是呃 我最开始完全不知道这一些的 就我总觉得我要多10个technical question 我答对八个我就过了 或者答好八个我就过了 类似于这种 但实际上后来我去总结分析的 确实不是这样 呃 这也是呃 为什么我之后在调整这一些的找工作的思路啊 和面试准备的思路之后 我发现我们在我面试中 不不管是呃成功面就拿到offer的次数 和后面的次数都变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能够成功的入职 这边的一大原因 呃 然后这边基本上我相信就是我这边大部分的经历了 我这边是什么事 这边的练子 我这边找不太行的 我这边是我们的课题